太開心了 但是這個心情 得知雞排妹判刑三個月確定 網紅成儀徹底開懷大笑 更替對方送上掌聲 普天同情 第一個反應是先恭喜雞排妹 第二個反應當然是立刻發文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要跟我一起 歡慶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我覺得雞排妹現在也沒什麼工作 所以我建議她可以開個YouTube頻道 然後叫做千科太太 每一次開頭就會說 嗨大家好我是千科太太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我想她一直過得不太好 雞排妹改名為千科太太 還不忘提醒嫁給日本小兒科醫師的她 前往當地記得勾選千科藍位 只是兩個女人的戰爭 權益2021年5月 在臉書上的一場直播 這電話誰敢 誰敢接 因為就不明來電 下面是我朋友的電話 我就不明出了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09 你現在要公布我的電話 在我反對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就是違反個資法 陳怡一度念出雞排妹電話 雞排妹也回敬對方四個數字 另外附上色卡色號 反遭陳怡以違反個資法 一狀告上法院 一審雞排妹變成是網友自行不當連結 以否認犯刑態度不佳 遭判刑四個月 二審法官認定是陳怡公布她的號碼 她才公布對方的手機報復改判三個月 最高法院如今判刑確定 接盤面律師感到遺憾 針對雞排妹也反告的部分 陳怡呼籲對方別再浪費司法資源 兩人戰場從網路延伸到法院 未完待續 一室紅茶沈舟台北採訪報導 雞排隊 再来 我来说话 我来说话